好来看到光复乡西富村牧场进驻争议两三年 近日从信议会到相待会强烈咀询 县府的农业处在24号是邀请了相关单位进场 县政府监管客室说明持续监测 然而部落族人却认为并没有改善 至于怒抢县政府成为牧场的打手 在防疫的问题上并不是说 所有人都可以这样子走进去那个我们的八花养殖区 从进驻设厂到营运的9号牧场 与泰巴朗部落抗疫冲突就从未间断过 霍林县政府农业处今天下午邀请厂官学界 以及部落族人大家冷静坐下来好好对话 黄宝姐来坐控屋 住在上公处 没有在下公处 然后呢一到傍晚 你知道周边这边方言一两公里 是什么味道吗 当时我们的对话就是说 要设置在养牛场这边要设置一个检测的仪器 到现在都好像去执行 所以我们要什么 要搬离啊 我们要我们要什么 好的空气嘛 不对 这是一个 再来水 附近部落居民指出目前约有290多头牛直规模的牧场 产生严重的废水以及空气恶臭污染 但经县政府农业处以及环保署监测界位超标 厂观学界教授专家对于九号牧场相关房屋 排水设施以及防治措施也都符合标准之上 假设说今天它是降到标准的话应该是还好 那现在我是觉得它应该标准问题不大啦 可能就是要合乎到民众的观感 需要一段路啦 因为这种味道东西比较主观一点 它去用周界去闻它的味道 事实上是都算是在控制的范围之内 第二个呢 它的水按照环保署讲它是没有放流 当然助燃水 以水这个当然是会有一些分离 这是没有错了 所以按照标准的话来讲 它算是台湾目前来讲算一个标准 面对部落族人的诚情抗议 牧场业者廖角邦也经营部说明指出 整个牧场皆合法设厂 也符合续牧场相关规范来经营管理 基本上我们牧场这个因为我们是尽量去做一个 就是说像分辨的 也就是一直收集啦 然后还有那个翻队跟消毒 还有除臭的这些除臭剂的喷洒 牧场业者在申请设厂建厂过程中 部落也不断陈情提出禁止设厂要求签厂的诉求 直到现在牧场建筑石灶取得 甚至已经开始生产营运 县政府始终漠视部落的立场 族人怒呛县府成为牧场打手 他们将会抗争到底 我们澄清我们抗议结果呢好像都被打回票 所以我觉得县政府好像是9号牧场的打手来 专门打老白信 你们在我们面前讲的很好听 当时我们逆间第一次到选政国去 就刚刚把所有的资料就交给选政国的秘书 他怎么讲 我们决定不会把这个建筑石灶取得不给 我们很安心的 直到现在呢 所以啊 如果你们这样再继续下去的话 很对不起 记得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